当前 事情 国情 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发展中不平衡 不稀调 不可持续问题突出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 躲不开 绕不过 必须通过生化改革加以解决 1949年之后 中国在政治上实现了完全的独立自主 一个半世纪以来 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局面一举改观 1978年 第三次复出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扭转了毛泽东长期坚持的 以阶级斗争迴纲的政治路线 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国策 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 以经济建设为纲的大政方针 中国经济步入了高速的发展时期 三十多年过去 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世界触目 但是胡锦涛所说的体制机制障碍 所带来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越演越烈 民众的怨气、泪气得不到有效的输解 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小规模的爆发 关心中国发展的全球华人 和他的朋友都会关注到 中国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下一步的路会在哪一边呢 不少人将问题归结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后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 已经取得的成果 也有失去的威胁 邓小平当年树起改革开放大旗的时候 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就已经有不少的救赏 1986年6月2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邓小平所说的政治改革 可以说是比较初期一些 但是他所谓政治改革 或者公务员体系的改革 可能是第一步 后来他也是对政治改革 他有很多保留意见 因为国内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经过八九的民运 经过苏联崩溃的教训 更加觉得这个改革 就不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方向 无论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还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 两党都声称要建立一个 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回顾百年共和之路 其实是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人人 为争取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 民主更多时候 会被视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 这一百年 从鸦片战争到差不多1949年 中国的政局是处于一个碎片阶段 在这个碎片阶段 如果你说要搞现代化 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 从来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袁世凯都做不到 因为你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你就要集权 集权其中一个是军力非常重要 党也要集权 如果你说要行一个民主宪政 在当时来说 就很多人觉得都是难过登天的 国家决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国家要消除贫困 消除贫情 消除愚昧 都是以国家的形象出现的 它不是一个人的形象出现 所以说虽然说我们五十线法 也落列了那么多的个体自由 但是我认为那只是我们本身 就是说落实个体的 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它比不上宗教和虚言的部分内容重要 中国最重要的要…刚才我讲了 是要使民族和国家复兴 孙中山是中国公认的民主革命先驱 它是推动中国走向共和的第一步 但是今天中共实行的党政、党军体制 也是由孙中山最早引入中国的 他现实主义的取态 和民主主义的理想追求 是不是矛盾呢 所以孙中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 那你搞革命的目的 就是要建立了一个叫民主富强的中国 那你投身的政治 都是希望拿到权力去达到你的目标 如果你没有这个权力 你如何达到目标呢 共产党的理想 挺符合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的 中央政府有极大权力地在一个中央极权的 在一个民族国家 从孙先生到共产党人 这个理念我认为是有传承关系的 以党治国 其实以党治国基本上 也体验了训政时期 就是孙中山的理念 以党治国很多人都说 他不是跟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一样 或者是一党专政一样 没错 这个是一样 但是国民党以三民主义 是他的目标 他完成了训政 当很多个院、省 有自己自治的团体之后 他最后会踏上了一个叫宪政阶段 这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是什么呢 孙中山的宪政理想 可不可以实行呢 西方的民主体制 可不可以解决中国现存的问题呢 什么是民主 所以政治改革应该是怎样 会否导致苏联式的崩溃呢 如果是导致苏联式的崩溃 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成果 岂不是毁于一旦 很多人觉得迷信一样 就是民主制度可以解决 现在中国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包括贪污、腐化的问题 其实这件事还要看清楚 因为贪污、腐化 或者社会阶层的有些不满 都不是说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而能够解决的 如果从我们中国整个的这样一个 从新鲜革命到 中国共产党的建国革命 我认为从整个历史事情来判断的话 我认为新政下的决议和共同压力 那是中国应该说最符合民主和宪政的这样一个 理念的这样一个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 孙中山设想 人民可以通过国民大会掌握政权 中国言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可能是借鉴了孙中山的设想 但是依然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种体制 能不能够保障人民大众的权益 能不能够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本意 我说中国的业政的发展 它不需要我前走 它需要我后走 走到共同家里 那样一个平台 我说可能中国的政治体制 可能更加完善 就说能不能把现在的政协 把它改变成一个 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上院 或者参院的那一个机构 我认为这个庭 有它的正当性 可能这是我们目前 中国共产党能选择的一个 比较好的策略 政治策略 或者叫方略也可以 在茶匙间内 二三十年内 我认为这个还是挺有生命的一个制度 二十集的百年共和 今天已经全部结束 我们不可能通过这个节目 为各位观众 带出解决中国问题的结论 但是如果能够令大家 对中国历史有所认识 对中国未来有所思考 那我们的心愿已经足矣 多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